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事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这世上没有人不想健康长寿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格外重视养生 例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茂 除了是名医 他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养生家 他享年102岁 古代能活这么大岁数,绝对是高寿了 孙思茂有一套独特的养生之道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饭后要多漱口 保持牙齿的健康 饭后都散步,不用手反复按摩腹部 空口咬牙生筋,帮助消化 吃饱后绝对不直接躺下 清代的康熙皇帝又年身体不好 所以一直都格外重视养生 平日他还有扣持 金领满口这些养生习惯 不但如此 康熙帝作息规律 每日必习武健身 或许正因为这些健康科学的养生习惯 才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曾世祥教授在讲座中也曾讲到这个问题 并就中国人的现状给出了三条值得借鉴的养生智慧 一,健康饮食 中医饮食营养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理念 无骨为养,无畜为意,无果为柱,无菜为鸡 老祖宗认为只有丰富新鲜的饮食 才能滋养我们四只头脑,五脏六腑 孔子在饮食上就特别注意饮食的丰富多样性 还特别注意饮食卫生 孔子认为有十种东西不能吃 霉烂的羊饰,腐坏的鱼肉,变色的食物 细味难闻的食物,烹调不当的食物 乱砍的肉等等 都不能吃 孔子的这些饮食习惯 直到如今看来也非常实用 仔细想想 怪不得孔子大半生奔波劳碌坎坷 却依然能活到73岁 原来他如此降旧养生 泽世祥教授在讲座中强调 我们不但要注意食物的新鲜 还需要特别注意三点 一,吃当地生长的东西 每一块土地生长的粮食 果蔬都是自然界的馈赠 符合当地水土的习性 而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体质上更适合吃当地生长的东西 例如,有些地方多生长辣椒 而这里的人爱吃辣椒 正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阴湿的气候 有些地方多生长苹果 而这个地方的人更适合吃苹果这类的 温馨水果 因为这里气候偏寒冷 不太适合吃奇异果 椰子等寒性大的水果 二,吃当下生长的东西 现代种植科技的发展 让人们的饭桌变得更加丰富 非当地的蔬果 也可以四季都出现 成为盘中餐 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逆天行为 如果我们不把控好 就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比如,我们在冬天能吃到榴莲 西瓜,草莓 这些夏季瓜果 而这些水果大多有些寒性 少吃长鲜可以 如果毫无节制地贪吃 必定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三,要吃适量的东西 孔子认为食无求饱 就是不要吃的过饱 曾世祥教授也认为 过饱,肠胃负担加重 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排便不畅 另一方面 食物种类如果过多 搞不好哪个跟哪个相冲 长久地这么吃下去 可能在身体积累毒素 积少成多造成伤害 这三点就是曾巧授 在饮食上给予的建议 我们应该从中学习 同时检讨自身饮食 习惯上的错误行为 要知道 一日三餐点外卖 长期吃夜宵 试酒如命 高油,高糖,高盐饮食 只喝饮料 不喝白开水 大鱼大肉的纯荤食 或者只吃菜叶的纯素食 都不是健康的饮食观念 生活中 还有些为特定人群 设置的健康陷阱 比如健身就只吃蛋白粉 和减肥 带餐 绿叶蔬菜瓜果 和五股杂粮 一点都不碰 这也是极其不可取 又为自然天性的 人的遗传基因 就注定了人 是杂食动物体制 所以 主观上拒绝食物 完全以营养素 维生素 药片 或者加工类 带餐来代替 天然食物的行为 简直愚蠢至极 另外 还要注意 不要因为猎骑 虚荣 猎杀食用野生动物 除了违法之外 还可能造成一些 不可挽回的后果 比如 某种心形 传染疾病的流传等等 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 我们应该从中 继续教训 爱护环境 保护动物 吃时下当地的食物 适时适量地 为身体补充营养 这样才是正确的 饮食观念 二 调养气血 我们常用人面桃花 红光满面等词语 来形容一个人 绝佳的容貌 与好看的气色 事实上 这完全符合医学 为什么呢 人的美 首先是由内而外的美 如果 五脏六腹里有病 就会呈现出 脸上 神态上 比如 喉咙梦中的林黛玉 明白人一瞧 就知道自幼有 不足之症 身子产弱 水浮传里 怒拔垂扬柳的 鲁之身 说话中气十足 双眼大如同灵 炯炯有神 遗憾就是个血气方刚 身体倍棒的汉子 人能否长寿 健康与否 都跟气血 有着重要的关联 所以说 我们养生 必须要养气 气顺了 血通了 身体各部分 器官也就 运转顺利 人自然是健康的 曾教授也说 养生就是要 把气搞清楚 练好气 养好身 人才能长寿健康 日常生活中 我们无论 做瑜伽也好 练习太极拳也好 都要练气 这是运动的 基本要领 现代人家健康状态 已经普遍 人们大都气血不足 高血压 脱发 眼睛视力退化 四肢肌肉萎缩 无力 精力匮乏 小病不断等情况 都越来越呈现低龄化 这些都是由于 长期生活 左膝紊乱 欲望多 心不宽 又缺少运动造成的 孔子认为 人在年轻时 学习还没有发展成熟 要警惕迷恋女色 专年时 学习经历正旺盛 要警惕争想好胜 年老时 学习已行 日益衰弱 要警惕贪心不足 生活中 有些人熬夜成瘾 有人纵运无度 有人嫉妒心重 好争名夺利 有人贪怒 虚荣 好享受等等 这些不良的行为 和心态 无事不在 侵蚀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由此可见 人的血气表面是保健 但其实是一种 修身养性的过程 当我们内心知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该放下的 就能够做到正确取舍 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三 平衡阴阳 一经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世界 都是阴阳在运作 所以 一阴一阳之味道 世间万物 都是阴阳的变化 无论是外界事物 还是我们体内系统 都存在着阴阳两种力量 想要健康长寿 就必须做到 平衡阴阳 只要阴阳不平衡了 那自然就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人最近脸上 长了许多挫抄 这就是体内阳气盛 造成火气上涌的体现 具体原因 可能是最近 有烦心事多 睡得不好 也可能是吃了辣的 热性的食物 或者正好生理期 激素水平变化的原因导致 皇帝内经有言 自古以来 都以通于天气 为生命的根本 而这个根本 不爱天之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 大如九州之玉 小如人的九窍 五脏 十二节 都与天气相同 就是说 世间万物根本 都是阴阳规律在作用 人的身体内部 也都与自然阴阳 运转相同 既然如此 调节体内阴阳平衡 就要顺应自然的阴阳 运转规律 而四季更迭 就是自然运转规律的表征 曾师祥教授 也如书说 一年有四季 对人是好事 人可以顺应四季 来养生 春生 夏涨 秋收 冬藏 春生 是一阳来复 夏涨 正好 元气很足 秋收 就是生活 要收敛 冬天的时候 外面条件 不利于 所以要操 曾师祥教授 用《易经》的复卦 进一步来解释 《易经》 复卦 卦词 复 亨 出入无极 蓬来无救 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立有忧枉 复卦 外挂为坤 坤为阴 为顺 内挂为阵 阵为阳 为动 内阳 外阴 循序运动 往返无穷 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就是这个循环过程的周期 调节体内阴阳 就要顺应这个 消息应序的周期 打个比方 一年之际在于春 在春天这个 生息勃发的时期 我们就应该冻起来 不要把自己 窝在家里 办公室里 没事 要晒太阳 补补干 要吃一些 温养食物 暗示作息 空闲时出门走走 踏青 登山 让视野开拓起来 身心灵得到舒展 冬天 就不要 太适合到处乱走 要注意保暖 不要穿得过短 过薄 吃得太凉 太寒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 大冬天 穿短裙 落脖子 落大腿的 比比皆是 等以后年纪大了 毛病自然都会找上 综上所述 这三点就是曾世祥教授的 养生智慧 其实并不难 关键在于 手正心 顺自然 合乎阴阳之道 唯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让我们自由地享受生活 镜头十足地向前奋进 爱护化身体 做自己的主宰 才能更好地欣赏 这世界的美好 创造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